由企家委员会与广主民族委员会 广东基盘的广企为青少年3对3拿球赛 南岛区中处在第三国中楼在町床 欣管来100公益机救队广东参目 他会比赛不能提升专门运动风气 也希望促进两个组军的文化交流 为了促进广主民族和企家文化的活动 企家委员会在北基盘整个性的青少年3对3拿球比赛 和小朋友在文章的过程中 或是人当自己的组军也跟百人进行交流 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举办像是青少年3对3篮球赛 这个其实是希望克宇的族群还有原住民的族群 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头 就能够将这个文化跟语言 都能够纳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 我们希望寻找到我们南投线圆克的灌篮高手 一起前进我们全国的总决赛 原民会非常感谢客委会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不同族群都能够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 促进彼此的交流 学习彼此的优点 我们岛区的比赛是去英雅一百公里基队五 没名参加 最后地区四里的队五 将代表我们岛区参加全国比赛 大家都很赞在地区中打拼 我们今年度总共有一百零一队可以说是非常坚强的阵容 让青少年朋友他们可以从小就一起来如然这种族群的融合 那大家今天都有备而来 希望能够有好清晰的表现 非常多的队伍 那来到我们竹山高中这边来参赛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有积极规划跟筹备 那更是让许多的小朋友 那我们在今天来讲 目前擦场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这个园克北 那也祝福他们能够三对三打出好成绩 台湾是一个都关的社会 比赛也希望能够拥合国家的族群作会参加 踏过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文化交流 不管是老中青都要对于运动要有所投入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投入所有的运动 我想每一项运动都对自己的身体有所帮助的 那我们也希望呢这种赛事呢 未来我们能够再多元化的更多的族群 包括新住民我们也可以融合在一起 对我们整个台湾的多元文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会把你比赛不只是提醒台湾的温度风气 那好小朋友的良心给亲自哈 以去怀悠 接下来差不多